到玉树 当地人会为你介绍 著名的唐波古道 并推荐一定去一次 历程20公里左右的 美丽吉祥的雷巴沟 去体验一次 当年文城公主走过的路线 并且说 那里有全国唯一的 文城公主庙 到现在已经有 1300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现在出城 就往文城公主庙走 这里有个路牌 文城公主庙 往左拐 正好这里有一个小山包 是一个标字 拐过来 左边也有一个庙 等回头有时间进去看看 这什么日子今天 什么都吃的 文城公主庙进去 吃的不水 哇 都开到这儿了 你看早晨来的 早晨来的车都吃到这儿了 这个上去翻了 今天是周六 所以他们都在外面露营 你看 我们下午在这玩一玩 满游水 你看 这就这儿了 现在有个新凡 走到 新凡 这个山是蛮有意思的 这个山有意思了 不想全凑山了 这上哪里 上北观景台吗 这上去累死了 还有客房 这温城公主 西藏人民都喜欢她 都静着她 到了 我们把车子听好 再进去看 这里就是 温城公主庙 建在一座 裸露的山崖下面 有意思的是 温城公主庙 里面的雕像 并不是温城公主 还是大日如来府 这里面的故事 我们再慢慢的细讲 这是寺庙的大门 我们从这里进去 温城公主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她的真实姓名 明年传说 她叫李雪燕 是唐朝江夏王 李道宗的女儿 家里住在 现今的山东的济宁 李道宗 只是跟唐高宗 有亲戚关系 所以李雪燕 也并非是 生长在皇宫里面的公主 公元640年 李家一天 连续接到两道圣子 上午奉李雪燕 为温城公主 下午就命令 温城公主 嫁给吐蕃王 宋展干部 那一年 温城公主 刚刚十六岁 这里是主殿 要脱鞋进去 这边有一个石碑 叫大日如来佛 石枯寺和雷巴沟 摩牙 下面是文成公主庙的几个字 这边立了一座观音像 文成公主是在公元641年正月 在她父亲排护下 西出长安 朝遥远的西藏 长途跋涉 从长安到拉萨 全长约3000公里 几乎穿越整个西北地区 现在被叫做唐波古道 原先的古道上 大多数地方都是无人居住的荒谷 和高海拔的雪山 只有在进入美丽的玉树后 才见到了连绵的草垫和河流 走到雷巴沟这个地方时 十六岁的文成公主 第一眼见到如此美丽的山谷 便决定停下来休整 传说她在这个地方居住了一年 还交付了当地人耕作和纺织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大殿 进喇嘛允许我可以拍照 据说当年文成公主 一夜梦见了大日如来佛显现 并为她进葬祝福 梦醒以后 文成公主便下令 手下在这地方打白塔 后来僧人在白塔边的石壁上 雕刻了如来佛像 又在旁边雕刻了四伏 这座佛像通高7.3米 是一座唐代圣庄 端庄稳重 闲静慈祥 所以这里面没有文成公主像 但后人为了纪念她 把庙称为文成公主庙 在文成公主庙的东面 建有几个白塔 白塔旁边呢 有一个现代建筑 就是这一座 上面写着 文成公主纪念馆 但是今天关着门 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看不到 白塔旁边的这个红色建筑 里面是什么 外面看不到 我们进去 是一个非常大的转经筒 哇 这个体量非常大的转经筒 大转经筒的外面 放置了很多的佛像 但更多的是这些巨大的 马尼石啊 和马尼石堆起来的 非常长 非常高的 马尼石堆 太大了这个规模 就在公主庙的旁边 恰好在寺庙的边上草地上 当地青年在拍欢撒照 太美了 这这个衣服太美了 人也漂亮 小伙子好英俊 我们很多游客 都被吸引了过来 真的 这是第一次 见到藏族的小伙子 姑娘拍欢撒照 你看他们 小伙子英俊 姑娘很漂亮 具有典型的康巴男人 和丹巴女子的风韵 非常的美 他们两个 穿着民族的盛装 拍欢撒照 我们这些游客 被美吸引 也被非常漂亮的 民族服装和民俗吸引 当了一次婚撒摄影师 而且在温春公主庙 这地方拍欢撒照 也蛮有意义 祝他们幸福美满 杂喜得乐 谢谢大家 谢谢啊 老伙子 谢谢啊